大家好,欢迎来到Garden 365,我是Susan 今天我们要给这三棵在早春种的辣椒苗剪枝 这三棵辣椒苗是在早春的时候种在小暖棚里的 现在辣椒苗的长势良好,非常健康 现在的气温辣椒苗已经不会被冻伤了 所以我现在就不盖塑料布了,让它露天生长 由于小暖棚的高度有限 所以这三棵辣椒苗当时是被掐过尖的 掐过尖之后,辣椒苗就不会长得太高 现在已经长出了很多侧枝 每一棵辣椒苗上长了八九根侧枝,太多了 我们只需要留三到四根侧枝就够了 我决定这次就留三根 这么多的侧枝,我们要选三根比较粗壮的留下来 辣椒打侧枝可以再稍微早一点 我侧枝处理的稍微晚了一点 现在有一些侧枝已经有花苞了 虽然现在辣椒苗的高度只有20厘米 但一点也不影响辣椒开花结果 要知道这个牛角椒可是能长到五六十公分高 所以辣椒打尖可以有效的降低辣椒的高度 我们检测枝的时候从下面开始 最下面的这些测枝全部不要 然后再留几只最粗的侧枝 这些侧枝看上去都很健康,剪了真有点可惜 但是为了以后辣椒能够结得漂亮呢 再舍不得也要把它剪掉 这次种在小暖棚里的辣椒苗长得非常好 我会把这三颗辣椒一苗时的视频放在视频最后的链接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它们是怎样从小苗长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希望下个月呢,这些辣椒就能够陆续的开花 如果一切生长顺利 从明年开始我就用这个方法御辣椒苗,种辣椒 这样就能够提前一两个月吃上自己种的辣椒 好了,剪完之后感觉通风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您是露天种牛角椒是不需要打尖的 等辣椒长到一定高度呢,只要把多余的分支剪掉就可以了 我不想误导大家,让大家感觉种辣椒怎么这么复杂 那是因为这次辣椒我种的比较早,种在小暖棚里 而且我的暖棚又是个简易的 又是个小拱棚,很矮 所以辣椒必须打尖,要不然它很快就会顶到小暖棚 打完尖后的辣椒呢,就很容易生出更多的侧枝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又来检侧枝了 因为只有三颗也不多,所以也不觉得麻烦 过几天呢,我再给它们追点肥 希望这些花苞都能够发育正常,早日开花 不知道您的辣椒苗已经移栽到地里了吗 这些剪下来的辣椒叶子和侧枝都很嫩,愣到怪可惜的 我要想想用点什么配料,晚上把它做成菜 辣椒叶子很有营养,味道也不错 好了,浇上水,今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等到接辣椒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